5月8日,香港特区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杨伟雄表示,为积极配合创科业界在吸引人才方面的需要,政府推出科技人才入境计划,为输入海外和内地科研人员人才,实施快速处理安排。 计划会先适用于在香港科技员公司及数码港从事生物科技、人工智慧、网络安全、机械人技术、资料分析、金融科技及材料科学的公司,以弥补香港长期以来科技人才不足的现状。 大家都知道人才是发展科技的重要关键,全球都是争夺科技人才,业界也有强烈的诉求,所以我们必须拆墙松绑。 推出这个计划可以简化和缩短入境申请手续,填补本地人才的短缺的同时,也都可以兼顾培育到本地的人才。 在培育本地人才上,杨伟雄表示,科技人才入境计划将对公司要求三拖一加二的模式,在招聘非本地人才的基础上,全面带动本地人才的培养,增加香港本地人才的竞争力。 在这个计划之下,科技公司每一个平容三名非本地的人士,一定需要增聘一名本地全职的职员,和两名本地的实责生,从事与科技相关的工作。 所以是三拖一加二,创新科技署将会在五月底开始举行谨介会,在今年六月开始接受申请。